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书上有用到就是 如果我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资料的话除了可以用我刚刚所讲的那个 Joption Pen之外然后 在Java里面呢还可以用一个叫Scanner Scanner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那个范例各位可以看一下四支九页这地方 那这地方可以用一个 Scanner 特别注意 他是隶属于哪里呢他是隶属于在这个 Java.utile 那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在哪一个呢在 比如说 在System System 或者是像刚刚那个 Integer 他是隶属于lag不需要做那个额外的费入 那如果utile的话在utile这个 这个所谓套件 Java底下有个utile的套件 里面的话呢就会有个叫Scanner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 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帮助我们就是说外部如果说使用者他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资料 他会去侦测那个键盘里面 到底使用者输入什么 那等到输入之后他会把它存在哪里了 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我们可以用那个 这个用 这个类 这个这个物件 可以把它存起来 那取得 到底使用者 这个这个 这个 输入什么 然后把它存在也是一个变数里面 那最后我们再把它做输出 这个简单的翻译我们来看 我先把 最后的结果先修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执行之后呢 假如我今天要取得使用者 的名字的话 比如说名字我就输入 Terry好了 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再输入成绩 成绩85分 Enter 然后升高的话 175好了 Enter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最后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刚刚使用者输入这三个字呢 再把 有一个input 然后有一个output 那中间当然还没有做一些流程的判断 这个后面等一下再来讲 如果说我要取得 除了说我们可以用J option pen之外 另外还可以用一个叫scanner 那scanner使用的方式特别注意呢 因为呢 它是一个类别 如果说呢你这个类别 你要把它拿来用的话 那因为在Java是属于一个所谓的物件导向 物件导向的类别你如果 没有让他new 一下的话 是不能够使用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 让这个scanner 可以作用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的宣告方式就是说呢 在这边后面加上一个物件的名称 这个后面这个东西sc的话 就是我们取的一个名称 叫做sc 它是一个物件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实体化 本来它是抽象的 把它实体化做出来 就会有一个scanner OK就好像说那个 我需要一个什么呢 一个条码机 那条码机本来不在 公司没有 那如果我要拿它来用的话 我必须要做实体化 就去把它买回来 我才有会有一个 条码机可以做scan 那实体化一般呢 你可以看到关键就一定有new 物件导向很 很常会用new new的话就是实际上 在机体配置一个空间 去存放什么 存放这个sc 然后呢我里面的话呢 如何取得就是从system点in 去取得in的话就是有一个in 后面各位给我们一个out 就从系统的输入的 去怎么样去扫描 系统的键盘的动作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在取得之前呢 我们先怎么样 让使用者知道说 他要做什么事情 请输入姓名 那我怎么知道呢 他有没有打资料呢 这边的话我可以 把刚刚这个sc 有没有 后面的点 里面呢他会有一个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点之后的话呢 就会一个next line 所谓nextline就是 读取一行 读取一行的意思